音乐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机械设计机构与机电整合设计这个课程 我是原始大学机械系徐叶良教授 然后在这一章里头 我们再开始谈细部设计的考量 先前我们谈到这个产品的架构 有模组化架构跟整体性的架构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用一个例子来讨论怎么样去建立产品架构 建立产品架构的一个整个思考的程序应该是什么样 在这里我要用一个我们过去实际上开发的例子来做一个解释 这样子这个整个程序大家可能比较容易更容易清楚 更容易深入 那这个例子是什么呢 是防护眼镜的防雾测试机台的设计 大家在做工厂实习或是在工厂制作一些弓箭的时候 我想工厂的安全上都会要求大家戴上防护眼镜 那这个防护眼镜当然可以防护这些切削的碎屑 喷到眼镜或喷到脸上等等 那但是防护眼镜有时候有点不太好的地方就是这个防护眼镜可能因为流汗或是体温比较高 或是甚至环境的湿度等等问题 它会起雾 那通常好的防护眼镜都会做一些防污的处理 那比如说喷上一层的薄膜的这个coating上一层薄膜让它不容易不这么容易起雾等等的 所以在好几年前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的案子 这个设计案子的目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模拟这个防护眼镜 在使用者它的汗水体温或是其他的环境因素造成的起雾状态里头 我们来评估这个防护眼镜是不是容易起雾 或者说它起雾的程度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劳工朋友们在实际上工作的时候 它的视线的清晰度 所以这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设计案例 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 就是说我们在表达我们的设计概念的时候 有两个方式我们必须要继续进行 第一个方式是使用者情境 那使用者情境表达这个设计概念 基本上是从使用者的角度 就是说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机台 有这样子的一个产品的时候 使用者是怎么样去用它 所以使用者情境其实相对的还蛮简单的 所以我们这个使用者情境是说 我们就把这个防护眼镜戴在一个甲头上 因为我们要模拟我们真实佩戴防护眼镜的时候 它的状态 我们就有一个甲头戴在它那个上面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模拟起雾 当然我们实际上的起雾是因为流汗 或是因为体温的关系 但是我们在测试上 我们要去模拟这个起雾的状态 然后我们用光 用一个光源照射在这个防护眼镜上 然后在防护眼镜后方的眼睛的部位 如果我们放了一个照度计 那我们就可以比较起雾前跟起雾后 这个照度的差异 用这个照度差异的数字来评估 我们这个防护眼镜它在起防霧的这样子一个性能上 它的效果它的表现是什么样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使用者情境的一个表达 那当然我们前面也提到我们在做这个设计概念 如果单单是用一个使用者情境的表达 它在技术上是不是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使用者情境呢 还是需要再多做一些讨论 多做一些考虑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用技术事件流程 那希望大家还记得我们在概念设计的那一张 然后我们也讨论过这个技术事件流程的这个相关的方法 我们用技术事件流程来描述一下我们这个设计的设计概念 那在这里头我们就把戴侧的防护眼镜 佩戴在一个甲头上 然后我们用一个固定位置的光源照射防护眼镜 然后我们用照度计 照度计放在这个防护眼镜的后方眼睛的位置 来透过防护眼镜来量测这个透过的光线的照度 然后在起雾之前我们就把这个量测的讯号量过之后 送到电脑里头去 然后看看如果没有起雾的时候 它的透光率是什么样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说 我们要用一个超音波起雾机产生室温的雾气 那为什么用超音波起雾机呢 因为如果比如说我们要模拟汗水 有模拟因为发热产生蒸汽的方式 那这个事情是相当难控制的 所以我们就用就选了一台超音波的起雾机 来产生室温的雾气 让这个防护眼镜的内部开始起雾 起雾完毕之后 然后我们再用固定的光源照射 然后再同样的把照度计放在这个防护眼镜的后方 眼睛的位置去测量起雾以后的照度 最后我们以起雾前后透光率的差异 比如说起雾前透光率是100% 起雾之后透光率剩下90% 那我们就用这样子的一个透光率差异的比例 来评估我们这个防护眼镜是不是容易起雾 那这个案例 我们把它用技术事件流程把它表达过之后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这个里头 最后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所有的元件都要放在一个固定的机座上 然后整个的操作上整个的程序包括光线的明灭 雾气产生跟停止 照度量测的讯号输送等等都是由一个电源盒透过电脑来控制 我们把这个整个的设计概念经过用技术事件流程的描述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会知道说在这一个设计里头 我们所有的实体的元件一共有哪些 所以刚刚技术事件流程里头 我们有些标出来是红色字体的 然后有特别用刮号刮出来的 就是我们在这个机台里头的实体元件 包括防护眼镜 包括甲头 光源 固定机座 照度计 电脑 超音波起雾机跟电源盒 一共有八个实体元件 所以在概念设计的阶段呢 我们就已经确立了这些事情 然后在概念设计阶段 我们在先前的课程里头 我们也有提到就是说 我们要做进一步的这个 把它做一个这个概要图的一个绘制 所以我们建立产品架构的步骤里头 第一个步骤还是把这个产品概要图 给把它画出来 那概要图画出来之后 我们就在概要图里头 把它的元件分成群组 在这个部分就开始是一个 决定产品架构的一个工作 然后我们在把这个群组决定之后 就开始可以做产品的layout 产品的空间的布置图 事实上产品的空间的布置图 在很多的机械产品的设计里头 在细部设计的阶段 是一个最开始 然后它是一个这个产品的这个原型 要开始成型的一个重要的工作 建立产品的三维的几何的布置图 在这个布置图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找出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例子 然后把这个四个步骤演练一遍 我们刚刚已经知道就是说 我们有八个原件在这个防护眼镜的起物的测试机台上 防护的测试机台上我们有八个原件 那这八个原件呢我们就把它画成一个概要图 schematic像这个样子 我们把八个原件画在这个图上 同时把原件和原件之间的交互作用 也用不同颜色的线 不同的虚线实线来做一个表达 那再次提醒大家就是说 原件跟原件之间的交互作用可能有四种 那四种呢实体的接触力 也就是说原件跟原件之间彼此会触碰 触碰到让彼此要互相失利 那第二种交互作用就是实体的材料 原件跟原件之间要传输实体的材料 例如说在我们这个例子里头 我们可能没有非常实体的材料 但是超音波起物器 超音波起物器要把它的物 传送到安全眼镜 防护眼镜的内部 这个就是一个材料的传送 模组跟模组之间呢 可能会有一些材料的传送 那第三个交互作用的可能性 就是能量的输送 包括电能 包括在我们这个设计里头有光 光也是一种能量 那最后一种交互作用就是资料的传输 资料的传输或者说讯号的传输 data或是signal的传输 我们特别讨论这四种交互作用 有什么样的一个 有什么样一个作用呢 所以这四种交互作用 其实对我们在决定产品的architecture 产品的架构的时候 它的这个重要性 它的影响力是很重要的 例如说如果两个元件之间 我们在这个例子里头有八个元件 如果两个元件之间有接触力 那么这两个元件一定在空间的位置上 一定是在附近 一定要把它放在比较靠近的地方 才能够彼此之间有接触力 如果两个元件之间 它们要彼此传输实体的材料的话 实体的材料也应该要把两个元件 在空间安排上放在比较接近的位置 那接下来如果两个元件之间 交互作用的是能量 这个能量就要看 它是什么样性质的能量 比如说如果是光这样子的能量的话 光线这样子的能量的话 它们可能两个元件之间 不能有其他的元件阻挡 如果是电源的话 电这样子的能量的话 那这个电可能要一个电源线 来做传输 它的空间的限制就比较少了 那最后一个是资料跟讯号的传递 如果两个元件之间的传递 是资料的传递 或是讯号传递 特别是如果这个资料跟讯号 是透过无限的方式传递的话 那两个元件之间的空间上的限制 就更少 它们两个元件之间的相对位置 并不需要一定要在比较相邻的位置 或是一定中间不能阻挡 这种空间上的限制就更少了 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概要图画出来 然后把这个交互作用把它标示出来之后 我们大概也会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它的空间的布置 应该要怎么样 那除了刚刚提到元件之间交互作用之外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要考量 那比如说这个几何上的整体性 或者是说它有一些尺寸上的精确性 我们可能要把它考量下去 或者是说功能共享 就像刚刚提到那种整体化的设计 整体性的设计的时候 常常有几个功能 我们要在同一个群组里头达成的时候 也会把这个不同的元件设定在同样一个群组 那另外就说是不是有现成的产品 如果这个功能 它是已经有一个市面上 买得到的标准的现成的产品的话 也许我们就会让它独立成为一个模组 而不让它成为一个整体性的模组的一个部分 那最后当然是设计更改的考虑 那如果有哪一个部分的元件 它比较常常需要更改 或者甚至说在维护的时候比较常常容易需要被更换 那它可能也是应该是独立的一个模组 所以我们考虑了这个元件之间的交互作用 还考虑了这些其他的这些因素的话 那最后呢 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防护眼镜的 这个起雾测试机台 防护测试机台 做了这样子的模组的分类 我们把甲头超音波起雾器跟躁度计 然后组合成一个模组 我们把光源跟电源盒组合成一个模组 电脑因为是一个市面上买得到的产品 它是一个单独的模组 防护眼镜是一个单独的模组 那固定机座呢 它要同时固定不同的模组 所以它固定机座本身也是一个单独的模组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大略的几何布置图 几何布置图当然用一个三维的方式会更精确 那这里就是一个这个二维的几何布置图 下方黑色的是一个基座 然后我们有一个甲头 那甲头这个模组里头也包含了超音波起雾器 然后红色的这个部分是光源 跟它的电源盒等等 然后我们的防护眼镜就戴在甲头上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对于我们的这个产品 它的整个的空间的样貌 整个的形状大概有了一个了解 然后有了这样子的空间的布置之后 我们会突然发现有一些 我们没有办法预期的交互作用会产生 那事实上群组之间交互作用有两种 一种是fundamental interaction 基本的交互作用 基本的交互作用就是说 我们在设计这一个产品的时候 我们希望这个两个模组之间会有力的传递 会有能量的传递等等 那但是有另外一种交互作用是 不预期的交互作用 incidental interaction 那什么叫做incidental interaction 不预期的交互作用呢 当这个空间 两个模组的空间的布置 因为它的空间布置 它们在相邻的空间布置比较相邻 靠得比较近 而让两个模组之间产生了一些交互作用 例如说它们产生热的交互作用 或者机械振动的交互作用 甚至电磁波的交互作用 这些交互作用并不是我们原来设计 并不是我们原来预期的 会有这些交互作用的产生 只是因为我们目前的空间的设置 是这样子的一个设置 这个就叫做incidental interaction 不预期的交互作用 在我们这一个机台的设计里头 这个是我们最后机台设计的一个成果 不预期的交互作用是发生在我们的光源 跟这个甲头之间 因为光源它产生 它同时也会产生热 当光源跟这个甲头 我们希望它靠比较靠近一点 它的空间会比较小 但是靠得太近的时候 我们发现光源的热度 会影响到甲头防护眼镜里头的这个雾气 因为光源的热可能会让雾气很快的消散 会让这个测量没有办法准确 所以我们必须因为这个不预期的交互作用 必须把这两个模组的距离把它拉开来 拉开到差不多50公分左右 然后这个不预期的交互作用 才不会对量测有一个影响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例子里头的 不预期的交互作用 所以最后呢 我们做出来的整个的设计的成果 就像这样子 那我们有一个甲头 甲头跟这个超音波起雾气 是把它跟照度计是合在一起 是一个模组 然后电源和光源合在一起 是一个模组 底下有一个底板的基座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机台设计 后来我们就转交给厂商 所以厂商在设计它的 这个防护眼镜的起物 防护的能力的时候 就经常用这样子的一个机台来做测试 所以我们也用这样子的一个机台的设计的例子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 怎么样去决定一个产品的设计架构 那什么地方我们要做模组化的设计架构的决定 什么地方我们要做整体性设计架构的决定 感谢观看